这是一个普通的电脑桌 而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教大家如何将它 变成一个专业的游戏直播台 大家好我是波罗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 随着网络与直播平台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尝试 将自己的爱好发展为职业 而游戏直播就是其中最火的选择之一 但是呢 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我要从哪开始呢 那么今天我将手把手教大家 从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 从零开始搭配出一个专业的游戏直播台 在开始前我想先感谢一下 Algato的小伙伴 寄来的这一大堆专业的直播硬件 以及直播区一哥 满耳下重浪人提供的很多有用的建议 有着他们的帮助才让这期视频成为可能 但是对于一些刚刚开始直播 或者只是想要试一试水 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进圈的朋友 我建议会根据不同的预算 提供一些硬件的平替思路 争取让尽可能多的用户 都能快速进入直播这个热门行业 OK我们现在聊聊硬件 今天是直播 那么最重要的自然是一台直播终端了 如果你是像下重浪人一样的主机游戏主播 那么除了PS5、Xbox、Switch之类的主机外 也需要一台能够接收主机视频信号 并能够试试解码编码1080p60帧或以上视频的PC 因为这台PC并不需要用来实际运行游戏 所以配置方面它的要求比较低 就拿直播1080p60帧画面来说 能够达到6代i5、GTX1050以及8G内存 这个配置以上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而如果你是想要直播PC游戏 那么由于你需要同时在这台PC上运行游戏 以及编码、解码需要直播的画面 所以在配置上要求会更高一些 同样如果你的目标是直播1080p60帧 那么我推荐你使用至少13代i5、RTX360 TI 以及32GB内存这样的配置 然后根据你的预算上不分底 同时在显示器方面 我推荐大家至少有两个显示器 一个用来显示游戏画面 另一个则是用来监控我们的各种直播软件 比如OBS、弹幕机或者一些其他所需要的内容 我们在最后的软件部分也会跟大家简单聊聊它们 OK那么说完了直播终端 我们再聊聊如何将主机的游戏画面 串流到PC上来进行直播呢 这里就必须提到另一个必不可找的设备 采集卡 但我们将游戏主机以及直播PC 通过采集卡连接到一起 你就可以将主机画面近乎无损的传输到PC端了 采集卡一般分为两种USB采集卡以及PCIE采集卡 USB采集卡共鸣思义 而一般是使用一根Type-C连接线连接PC 优点是方便 易安装 兼容性强 可以支持大部分笔记本以及台式PC 而PCIE卡因为需要安装在PC的PCIE槽中 相对较为麻烦 而且只能够在台式PC上使用 但属于PCIE接口的高带宽 这类采集卡一般有更强的性能 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使用场景来选择 USB采集卡方面我们将会使用 Algato的HD60X作为演示 它支持最高4K60帧HDR1440p 120帧 以及1080p240帧的画面环出 同时在采集卡性能上可以做到4K30帧 以及4K以下分辨率的60帧画面采集 而PCIE卡我一直使用的是这款4K60 Pro MK2 这张卡除了刚才HD60X提到的所有功能以外 还能够采集4K60的画面 我知道我说过会给大家提供各种预算的方案 但是唯独在采集卡上我不太建议大家省钱 因为直播直播最重要的自然是你的直播画面了 我也知道市面上其实能够找到很多 售价甚至只有这两款十分之一价格的产品 而且看上去参数还不错 我前几年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也贪过小便宜买过几款 但无论是采集的画面质量还是稳定性都一言难尽 因此我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在这上面 最终我还是自购了一张Algato的采集卡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踩我踩过的坑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为两部分 还思路非常的清晰 那就是非露脸直播与露脸直播的不同设备 先说说非露脸的情况 主要是需要一个收音很好的直播麦克风 以及玩游戏时所要使动的耳机了 麦克风方面我们今天会使用这台V53电容麦克风 现在这段画面就是我使用V53收音的 这台麦克风的特点就是灵敏度非常高 所以在直播时你不需要很大声就可以把声音清晰的传扰到观众的耳中 同时这款它是有一定指向性的 所以在搭建直播环境时我们可以把房间里的噪音源 例如主机PC空调等设施放在麦克风的对面方位 再加上V53本身对于直播场景的优化降噪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麦克风收落的噪音 同时大家能看到我使用了Algato的模块化支架 搭配了防震架以及防喷罩 然后这是一个液压的设计来将麦克风固定在办公中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它不挡到我的键盘 同时可以把线藏起来 然后说如果我们直播完成后 我只需要把它往别的方向一推 就不挡在我的面前了 非常方便 另外我想简单再聊一下这款V53 它有几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首先是在顶部有一个触摸式的静音按钮 当直播有一些突发状况发生时 比如说来电话了之类的 就可以快速的静音 能够避免很多尴尬的场景 而它自带一个3.5mm的AUX接口 支持实时监听 然后是这款麦克风配对的VLINK软件 它很厉害的一点 是可以添加最多9个自定义的音频通道 你可以分别调整每个频道自己监听与直播 是观众所听到的音量 配合VST插件添加音效等 并将它们整合成一个音轨 来输出到OBS进行直播 这要比你在OBS里进行混音要方便很多 可以说它的功能基本都是围绕直播来设计的 然后一个平T的思路 就是使用一个像这样子质量还不错的 一个几十到小几百块钱的USB麦克风 再通过一些深卡软件或者OBS里的滤镜 以及混音效果来输出 操作难度以及音质虽然是要比V53这样的 专业直播麦克风差一些 但是只要你的内容足够有趣 以此为起点 接着吃吃以恒再慢慢升级设备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在耳机方面其实就没那么讲究吧 毕竟你用什么耳机对于直播的质量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选择你平时自用的耳机就可以 大部分时间我用的是Anker Soundcore这款P10 它其实本身是设计给V2游戏的一个真无线耳机 可以通过2.5GHz的信号连接设备 所以延迟非常低 而且用完了就随便一放就很方便 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就可以了 接下来如果你准备进行露脸直播的话 那么一个高筋摄像头或者相机就非常重要了 对于大部分场景来说 其实一款支持1080P60帧的高码率摄像头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你要直播的主题还是游戏画面 露脸更多的是能够提升跟观众的亲近感 同时混个脸熟 但如果你非常注重人像画面的效果 或者刚好手头有闲置相机的话 那么也可以将你的单反或者无反相机 通过之前所提到的采集卡 使用HDMI接口连接到PC上 将你的相机作为一个摄像头来使用 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当然市面上有一些比如EpoCam之类的手机APP 可以将你的手机连接PC作为摄像头使用 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文且高效的好方法 另外有一点发现很多朋友在刚开始直播时 都会忽略的问题 就是灯光的重要性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专门的直播打灯就是现在这样 而使用自然光或者房间本身的顶灯则是这样 是不是整体的高级感一下就没了呢 而且在弱光环境下 画面中也会出现很多噪点 直播是给观众的观感会比较差 我们再切回来 这里介绍一下我的设备 我是使用了两台Algato的K-Lite Air 作为这个直播间的主灯 它还可以通过WiFi连接PC或者手机来调节灯光的亮度与色温的 而且它自带着光照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光打在脸上不会特别的硬 反光也比较少 一般阿硕会推荐大家从你显示器的两侧方位来打光 效果会比较好 这里也跟大家推荐一个平T的Slow 就是这种小的摄影灯 一般在百元价位 亮度跟易用性虽然没法跟K-Lite Air相比 像这个肯定就没办法连接手机电脑啥的 亮度色温全靠手条 用起来麻烦一些 但是它一般也会带一个像这样的揉光照 可以把光打柔一点 而且色准方面也都会比随便拿个台灯之类的要好很多 另外作为漏脸直播的高级玩法 我们也可以通过使用绿幕的方式 来减少周围环境在屏幕上的面积 或者要单纯遮挡下你的背景等等 Algato虽然有很高级的折叠绿幕卖 但说实话大家买个几十块钱的绿布 加一个支架就出手有余了 然后通过OBS这类软件将绿幕抠除就可以了 当然因为现在显卡算力的提升 如果你使用的是RTX显卡 也可以通过像Algato的CameraHub 或者你美达的Broadcast软件 来进行无需绿幕的智能抠图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也挺不错的 接下来是一个非必须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直播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StreamDeck 不是这个 是这个 虽然这款StreamDeck XL 我已经自用了两年多了 它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是可以联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有Algato的设备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目前是使用了两个StreamDeck 一个是XL版本 一个是MK2标准版 这里我将XL作为了之前提到过 所有Algato外设的控制终端 下面这6个按钮可以控制我们的摄像头FaceCam 通过调节ISO感光度参数 我们可以根据环境光的不同 来提升或者降低摄像头的亮度 而它旁边的这个缩放滑动感 则可以放大缩小画面 它们的上面我还放了两个我频道的实时粉丝数据 这样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中了解自己 到底是涨粉还是掉粉了 它的左边我也放了一个简单的计时器 用来记录我开播的时间 右边的这些按键则是我用来控制两台KLED Air的 可以随时修改它们的亮度 以及开启关闭等操作 而上面这些就是控制音频输出用的了 通过点击相应的滑轮 我可以在不动鼠标的情况下 很轻松的在直播过程中 根据不同场景修改PC 采集卡以及麦克风的输出音量 而在标准版MK2上 我放了一些OBS的套路按钮 前三个分别为直播退流 视频录制以及截图键 最后这里我则是放了一些常用的音效 一共在直播过程中使用 第二行第三行则是来随时切换我们的直播视频源 比如当我们在使用采集卡直播PS5画面时 突然需要给观众看一下我们的PC桌面 或者想将人像放大跟观众聊聊天之类的 再可以通过这几个按键来切换 另外我们可以在上面绑定OBS的滤镜 像这里我就放了一个滤幕的效果 可以随时打开或者关闭滤幕抠图等等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这些设备之间的相互联动 可以说是Algato跟其他品牌直播设备 最大的区别之一了 而且虽然它的名字直接翻译过来 叫做直播甲板 但是它的功能也并不仅限于直播 因为Algato是对外提供开发者的APK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显样力 开发上面的应用 像我呢就还把它当做了一个显示终端 在首页放了我的两个频道粉丝数量的实时追踪 一些股票的行情 天气 软件快捷键 世界时钟 电脑的硬件监测等等 它甚至还能够作为一些智能家居的控制终端 这款产品我之前也是单独做过一期视频 有更多更详细的讲解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OK那么硬件部分我们已经聊的差不多了 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直播室所用的软件 最主要的一款就是OBS了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直播退流以及录制软件 你可以在里面添加并整合无数个视频源 像我这里就有一些文字描述 摄像头 采集卡 不同的显示器等等的画面 然后通过调整它们的图层顺序以及大小 就可以将它们组合到一起了 然后你也可以给视频源添加各种滤镜 比如说我在facecam的画面中 添加了一个抠绿布的效果等等 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直播以及录播时的具体设置参数 这也是我测试了无数次后 至少是在我个人硬件以及网络环境下 在2023年的自由设置 大家可以把视频暂停来参考一下 另外关于这个软件的详细教程 平台上有很多up入 已经做过不少非常优秀的视频了 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除此之外 我常用的还有另一个叫做弹幕机的软件 它可以直接将你直播间中观众的弹幕互动 适时的投放到你正在进行游戏的屏幕上 让你可以在不用单独打开一个直播间页面的情况下 就可以轻松阅读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直播时所用的两款主要软件了 当然除此之外 根据你使用直播设备的不同 可能还会用到像Orgato的Camera Hub ViveLink 英伟达的ShadowPlay 以及Broadcast等直播辅助软件 这里就不一演示了 我会把我所用到的软件名称以及用途 放到视频描述或者置顶评论中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学习 哇终于说完了 这应该是我近期做过的工作量最大的一期视频了 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搭配属于你们自己直播间的帮助与思路吧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三连点个关注 我是波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